大家好,我是在花盆里面种菜的种子连人出本 两天前给大家示范催芽的樱桃萝卜的种子 大部分都发芽了 到这个程度的话,差不多就可以去移栽了 很多话有会问啊 就是新手完全没做中国菜的话 只是推荐什么品种 我个人的话会很推荐樱桃萝卜 尤其在秋冬季节 因为它发芽特别容易,很快 正常你如果经过催芽两三天 就可以这个发芽了 另外它的生长周期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从播种到收获基本上30天左右 我们这次种的这个品种呢 叫萨克斯2 它是一个老品种,是可以留种的 樱桃萝卜的话对花盆要求是不高的 它甚至可以在像这种缺盘 小三奶盒里面都可以种得出来 就可以正常的接萨卜 打上孔 我们把那个种子一粒一粒的把它放进去 有一些还没有开始录白的 也基本上也可以种了 就是它很快就会上碎种的话 它应该明天就会出来了 这些都可以种了 还是一样就是你在摸种子之前手一定要去给它洗干净 给它浇上水 水要浇透 这个土呀就是新的土如果是很干的情况下 第一次浇水是比较难吃透的 所以要稍微有点耐心 也可以我们在托盘底部放一些水 让它自己吸上去 水盆里面种的话一格里面放一颗就好了 但是在花盆里面种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猪具 樱桃罗的话建议啊猪具是在五厘米左右 要给它留适当的猪具 让它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这样稍微附点土 浇透水啊 好我们来说一下日常养护的部分 樱桃罗的话它的生长逐渐是比较短的 从播种到收获仅仅需要30天 所以说你用的是新土的话 整个养物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另外施肥的 就浇水就好了 那浇水我们怎么浇呢 前期种子刚种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湿度 这个时候它的根系是很浅很浅的 所以土表只要干了 你看土表干了立即就需要补水 那你如果说是没有时间你要上班对不对 没有时间盯着 你的养物环境通风又很好的话 建议你前期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盖一个保鲜膜去保湿 那我们在描出土之后 涨到一两张深夜以后 就可以恢复正常养护了 这个时候怎么浇水呢 通常来说我们我建议啊 新手的话可以这样子 把手插到土里面 你知道你和萝卜前期的话 差不多干到你的指关节 第一个关节这个位置 就干到这个深度已经干了 就可以浇透水 然后到了后期它已经借了 我握了根系比较深的情况下 差不多干到第二个手指关节 如果干到这个程度的话 就可以浇透 连续晴天的时候浇水 阴雨天不要浇了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我是总的恋人主本 关注我 跟我一起在室内的花坟里面 种出好吃又好看的盆栽蔬果 我们下期见 拜拜